車禮車遭連結車攔腰撞傷 車上一家四口一度受困車內 救護人員到場 緊急將年僅四歲的女兒 還有年僅一歲大的兒子救了出來 車禍是發生在深夜十點半 台南麻豆口工業區附近 爸爸開車載著一家人 慘遭從工業區開出來的連結車撞傷 一家四口都受傷 媽媽傷勢最嚴重 血流滿面 意識模糊 爸爸輕傷 兩個孩子 也因為坐在兒童安全座椅上 致受輕傷 兩個大人大概連約30歲 當時兩位兒童都有乘坐兒童座椅 那有受到驚嚇 有在那邊哭 那意思都很清楚 稍微的輕傷 趙氏雙方九尺子近微臉 至於趙氏的原因 警方還在調查釐清 他只有說他被撞 然後好像要停紅綠燈 在高雄則是傳出兆逃車禍 現場機車碎片及物品掉滿地 凌晨兩點多 男子騎機車反家 在鳳山區鳳捷路 遭到黑色轎車撞擊 拖行一百多公尺遠 現場留下了長長的痕跡 機車車輪脫落 坐墊也掉了 整輛車只剩下鐵支架而已 騎士他是手腳多處擦傷 沒有生命危險 還好騎士當時有戴安全帽 身上只有多處擦傷 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目前正全力追棄 逃逸的黑色轎車 TVBS新聞 顧鎖倉張麗玲 南部報導